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会这样啊 婚姻是很神圣的 怎么可以拿来作为交换的利益呢 再说了 连沈家小姐的面都还没见过呢 不如先缓一缓 等到以后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再让位也不迟啊 那好吧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董事长 董事长 报告出来了 恭喜董事长 真是意外之喜啊 许念真是洪泽的亲女儿啊 哎呀 好好 我去看看我的亲孙女 走 走走走走 怎么还没分手啊 爷爷 以前集团的事都是由您做主 但这一次我想自己做主 我和许念一开始确实是合作关系 但现在我们是真心想要在一起 我知道 和沈家集团联姻 可以让集团更上一层楼 但是现在就算不和沈家联姻 我也有能力 让集团变得更好 你是愿意放弃一切 也一定要跟他好了 是 你们年轻人啊 现在主意大 我这老头子 就不和你们争了 爷爷 您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在一起 怎么着 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就认识棒打鸳鸯的老古董啊 我就这么看不得你们好啊 明言啊 你是我非常器重的接班人 沈家的路我给你铺得好好的 你不走 今后的路啊 就靠你自己了 爷爷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行了行了 一会儿呢 沈家老头子约我下围棋 臭鸡篓子 到时候啊 我就顺便把你们的事情解决了 好了 走了 顾爷爷再见 把这顾字去掉 从今天开始啊 你和明言一样 叫我爷爷 我和许念一开始确实是合作关系 但现在啊 我们是真心相拥在一起 虽然知道她是在骗爷爷 虽然知道她是在骗爷爷 可她说得那么真诚 会不会对我也有一点儿 哎 许念 到底在想什么呀 别忘了你留下来的真正目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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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的事而我们更合作了 让她的许念 那老头一听 六年很好奇 既然不 Roberts 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哥的 我想反正你是非他不去 我就跟他说 你妈要结婚了 到时候我给他发结婚请贴 那就下个月吧 下个月 爷爷 我现在确实是非他不去 就是你看我这个病 他还没有好 你这么快结婚 对我跟店里都不是什么 好 你这个病早就该治了 当时我想你目前这个状态 你肯定对周围的人是更加小心地方的 再说你这个病 他也不是什么绝症 不就点心理疾病 治好了就行了 我找赵医生 给你治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 到时候你要好好配合 我还要看病 郭总 握住我的手 贴 贴 贴 我贴了呀 贴紧 握住我的手 对 我握不住啊 你可以的 你使劲 再贴 再贴 再近一点 近一点 近一点 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哎 我不行了 哎 郭总 停停停 站那儿 停 站那儿 站那儿 放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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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一次 吃饭 公言 你干吗呢 我没干吗 快便呢 什么病啊 创伤后 应急障碍症 您是 许小姐吧 听说你们要结婚了 恭喜恭喜 谢谢 顾总 我可不可以单独跟徐小姐聊一聊 您先回避一下 徐小姐 您请 徐小姐 顾总她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这您知道吗 这个病啊 一定会影响你们之间的亲密行为 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它的根源就在于 对身边的人 和他们的病情 和环境不信任 有防备心 作为她最亲密的人 也是最能够帮她摆脱这种心理疾病的人 你说我啊 对 我不行 我不行的 如果说徐小姐都不行 那没人能帮得了顾总啊 这个病她可大可小 现在顾总的病情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旦病情恶化 她以后将不能再跟任何人有接触 我们一人 以后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没事吧 许念 她帮了我太多次了 无论如何 这一次 我也应该帮她 那我应该怎么做 爱之不适应 只记上了欺负 热闹之中我又失了魂 再一次 再次被陷入回忆的情绪的车 心事蜂拥着往下沉 那时你总而笑着说我好恨 却曾遇出得住你的事 前往时走在缤纷 相拥在青色黄昏 和你却在浪漫时刻转身 有点亮这一盏为你留的灯 却落回往前灯海的悲尘 你给灯磨到星辰 直到下半盏的一盏 有点亮这一盏为你留的灯 却在夜没能逃过你的人 突然陌生来不及追问 出风和回复有可能 为你留一盏灯